他们会埋伏在所有你使用的网络社群 伪装身份接近你 隐藏真实身份假装需寒问暖 而绍心智尚未成熟 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进网络陷阱 例如可能会去讨论说 孩子喜欢的游戏是什么 可能也会利用孩子对于自己身材发育 这样的一个担心 来和孩子讨论这个身材发育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就可能可以进一步的骗孩子 做出跟性有关的一个行为 根据台湾展示协会统计 去年接获5000多件网络违法案件 其中色情内容高达7成 涉及儿哨性虐待与性剥削等 也有超过一成 儿哨上网危机四伏 迫切需要解决方案 过去在儿哨性剥削的部分 有散布的部分是有罚则的 但是在持有的部分 其实是没有相对应的罚则 所以在这部分我们也觉得 应该要加强查期 并且有相对应的罚刑 大家能做的是 这个需要多方厉害关心人的一个合作 包括说业者有制定申诉检举的机制 然后推广这个数位素养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政府民间多管旗下 更要从教育端着手 加强校园宣导 培养下一代成为懂得自保的数位公民 大家新闻 钟子云 叶宜玲 台北报导